這個邏輯 有沒有 這一串喔 在Excel裡面的資料邊緣它就一行 它只能寫一行 所以你變成你要把四個東西塞在這裡面來 那所以如果VBA它的好處是你可以把它拆解 然後中間可以再加註解 然後可以寫的慢慢寫沒有關係 不用說急著一次 要把它全部做完 所以你感覺起來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來寫 可能甚至還比VBA還要來的困難一點點 我兩個比較一下 是不是應該比較簡單一點 VBA應該比較簡單 還是兩個都困難 還是都很簡單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你要把一些複雜的事情自動全部幫你自動化解決掉的話 你還是需要學會這些東西 否則的話有一些 稍微複雜的資料 那你就只能用人工來處理 用人工來處理 我覺得是相當的不合 不合乎這個人性的 因為你要每天這樣看 有幾個有幾個 那真的 當你做完有幾個之後 你可能還有後面的動作 因為你為什麼要找有幾個 因為也許 你要針對這幾個裡面做後續的判斷 等等的諸如此類的 好 再來就是說這個計算有幾個的話 裡面V就Basic 我們寫完之後 裡面同學可能會有問題 這個M 這個M的話 實際上呢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寫 寫成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 這個M你可以寫成什麼 CHAR77 當然這裡面 這邊也可以把它改成 CHAR77 那如果在 可是在VBA裡面 它的名稱 它的那個函數 不叫 CHAR 它是 你可以打個VBA 點 它叫 CH 它叫CHR 它不叫CHAR 它叫CHR 然後呢你如果要77 77的話你就打個77 這樣也一樣 這個前面VBA點這個沒有沒關係啦 這個VBA點主要是 讓你就呼叫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點下去它所有函數都幫你列出來 就跟你那個插入函數道理一樣 只是說呢 VBA點它不會分類啊 像這邊插入函它還會幫你分類啊 有沒有哪一些哪一些 至於你想要知道VBA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你可以按F1 F1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有個說明檔 它會把VBA裡面所有的那個函數幫你列出來 如果說你想要 徹底的去了解 那個VBA裡面的函數的話 你就反正任何函數按一個那個F1 它第一次執行的時候會花一點時間 像我剛剛按下去 它不會馬上跳出來 它會等一下下 那F1意思是說 把那個CHR的那個 說明檔 幫我 秀出來 好 那秀出來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怎麼樣 除了可以看CHR的說明檔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 就是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它會幫你把它列出 怎麼怎麼去 查這個資料 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像有很多的 函數啦 或者是很多的用法 我即便不知道 我其實都是參照 我其實都是參照這裡面的 因為這個是官方的第一手資料 有的時候甚至我其實不是看別的書籍 因為我的書籍其實也是從這邊去 去把它參考了 那你這邊點擊 CHR的函數用法 它會跟你講 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裡面要怎麼怎麼去使用 有相關的範例 還有請參閱 請參閱裡面的話有相關的 其他的那個 函數的相關說明 這邊也會出現 你可以透過這邊去去找到 請參閱的地方 他會幫你列表 有沒有這邊 常用的函數 或者是說 再請參閱吧 這裡面還有一些相關的 你可以從參閱裡面再去繼續找 或者你可以到首頁 首頁這邊 也可以點擊那個 Excel 有沒有 這個 VBA的說明 那如果你要看全部的話 你可以從 程式語言參考裡面 這邊就有個函數了 程式語言參考裡面的函數 它會從A到Z的所有函數 都幫你列出來 當然以前我學習 過程是這樣 其實我剛開始是還蠻用功的 我就把每一個每一個函數點進去 然後呢有哪些重點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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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做筆記 剛開始啦 不過後來熟了之後 當然你不用說特別每一個都死倍啦 但至少你run過之後呢 就跟你學Excel裡面的函數是一樣的道理 久了之後你就知道 原來我用什麼 功能的時候 這邊有哪些函數可以用到啦 OK 我是從哪裡查 首頁裡面 程式語言參考 函數 這邊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 再花一點時間去run 函數比較重要啦 其他我想 目前還沒有那麼重要 那像是 CHAR你也可以 C開頭嘛 你也可以找到 CHAR 這邊也有一個 CHAR CHR 這個 OK 他也有在這邊說明 有相關的 但是這個 這個裡面的文字 你也不用太刻意去 鑽牛角尖 因為他裡面的字 寫的實在是非常 沒有什麼邏輯性 而且 不是很通順 你就看重點就好 關鍵字有看到就可以了 OK 那你不要鑽牛角尖 為什麼這樣子寫 為什麼 其實不重要 OK 重要是你要看到 你想看到的東西 就夠了 因為我剛開始也很鑽牛 奇怪 怎麼可以寫得這麼不通順 可以 放在這裡面呢 簡直是有點 對誤導 所以難怪現在年輕人 的那個 作文越寫越差 寫出來跟這個很像 看不懂 看不懂 對啊 全部 每個字都看得懂 分開都看 但是 串在一起 奇怪了 有些 所以有的時候 真是不求聖結 不要鑽牛角尖 好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用CHR 那所以執行起來的話 這邊按個執行 理論上應該 也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裡可以用什麼 CHR 來 替代那個雙引號 M 因為前後雙引號 所以它裡面是一個文字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把 同樣邏輯做轉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就像 習慣性 因為同學 有些同學是習慣按個按鈕 就幫你解決了 但有些同學 其實 我覺得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有些同學是比較習慣用插入函數 然後呢 他希望在使用者定義裡面看到有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他習慣說 給他一個什麼 密碼 密碼在哪裡 他給他一個什麼呢 結果 按個確定 也就過來 當然如果你有很多密碼 箱下填滿 也可以全部一次全部完成 這個當然要怎麼做 這個是所謂的 制定函數 這個是所謂的sub 就是所謂的副程式 差別是說他執行完直接輸出 這個是 會跟你互動 他會跟你要一個資料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裡面的訊息做完之後 幫你return到這個儲存格 Return的話是其實 他的return過程 基本上是 他會先 把 他會這樣 第一個會先跟你要資料 要這個資料 那你給他了之後有沒有 幫你計算 計算完之後的話 他會 給你一個結果 給你一個結果的話 他會先放在這個 這個函數裡面 然後呢 再把結果丟到這裡來 那這個地方 怎麼完成這個函數 那做法其實 如果你剛剛的函數 做完之後 其實就可以拿這個來改 那怎麼改 其實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其實我把這個底下這個東西做完了 其實從上面拿來改的 改哪些地方 一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 Ctrl C 為什麼 因為我頂多是這樣 插入一個程序 改成Function 第一個一定制定函數 第二個把剛剛的 名稱貼上 但是名稱不能一模一樣 所以後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函數 按個確定 2的話呢 因為他是互動的 所以呢 他會在刮弧後面 問你 一些問題 比如說你請你提供給我什麼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什麼 密碼 所以我把這上面 打一個密碼 這個時候呢 當插入制定函數的時候 他會跳出 密碼 那使用者知道密碼在那裡 給你 所以呢 給你的這個密碼 他會先暫時存放在這個東西 這個叫引述 放在這個引述裡面 然後呢 你就做後續的計算 那可是問題程式怎麼寫 其實最快的方法 是拿這上面的程式 複製貼上 那我習慣拖拉之後 按Ctrl鍵 按Ctrl鍵就是 複製貼上 Ctrl鍵 拖拉 就是等於複製貼上還蠻壞的 好那我們 基本上要改哪些地方 Sub呢 是直接從 畫面上 就是從儲存格裡面 自己去抓資料 可是呢 Function 它最大的不一樣是 它是 由使用者給你資料 那最後返還給誰呢 Sub是返還到某個儲存格 可是呢 Function是返還給自己 再丟到儲存格 所以有點像 中間有個仲介一樣 買賣房子中有仲介 或者什麼的 Function有點像仲介 它中間幫你做完 處理完之後 給你你要的東西 就對了 好那所以 第一個密碼 它給你密碼之後 有沒有 你就把什麼呢 原來這個 Sub是自己去上面抓 可是 你這邊是要怎麼樣 它提供給它 做法都一樣 所以這個不用改 只有改這裡 然後 然後這邊都不用改 一樣去跑個回圈 幫它從頭算到尾 再來 Return Return給誰 Return給自己 所以記得 這個 Function 制定函數本身 是可以接收 接收 最後的結果 因為它可以暫存 就把最後算完的結果 丟到 這個 函數 這個函數呢 在丟到它 儲存格在的所在位置 一個 循環就完成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Function 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幾個 1 先插入一個Function 後面改這個 2後面呢 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名稱 直接把它帶過來 OK 再來的話呢 把上面的程式 複製貼下來 改了兩個地方而已 1 這個 2 算完之後有沒有 把Return的結果 Return給 自己本身 OK 所以這個名稱怎麼來的 從上面複製過來 所以丟給它 那因為儲存格剛好在 那個 G 2的位置 所以呢 最後就會把結果給Return回來了 OK 所以最後呢 我再把那個 效果給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按個確定 然後這邊就回來了 OK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這邊的話 那程式部分的話 我剛剛也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 一樣 把這一段程式 直接 幫各位貼到那個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這邊 底下這邊還多一個Function好了 然後這邊標註一下 然後這邊標註一下 OK就這一段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來 畫面先 還給 各位 試試看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以後 如果你有個方選 制定函數的話 基本上 就 使用起來了 有的時候 就可以解決很多 你要下一大堆 這公司的麻煩 否則的話 如果你不會 你制定函數啦 前面那個什麼 陣列啦 什麼那個 用Mid Find 那些不用了 直接一個函數就搞定了 對大部分 的使用者來說 會是比較簡單的 好